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捡起来不是很可惜吗 有关食物掉地上是否捡起来的问题 以下这个影片可提供您一些参考 咱们中国人有这么一个说法 不甘不禁吃了美饼 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也流传着一种差不多的说法 如果食物掉在地上 五秒内捡起来 细菌就来不及污染食物 所以也就不会担心吃坏肚子 这就是俗称的五秒原则 那么这个五秒原则到底靠不靠谱呢 2007年 美国一位叫保罗·道森的博士 做过一个实验 他将腊肠和面包 分别放在被沙门氏菌污染过的瓷砖 地毯和木质地板上 让食物分别在上面停留 五秒、三十秒、六十秒 并记录下不同时间 细菌转移到食物上的数量 细菌转移到食物上的数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本身的表面积 也就是接触地板面积的大小 还有地板的材料也会影响结果 比如掉在地毯上的食物 转移到它身上的细菌只有不到1% 但是当食物和不满细菌的瓷砖 或木质地板接触时 在五秒内就有48%到70%的细菌污染了食物 这说明食物一旦掉到地上 被细菌污染的几率是100%的 迅速捡起来 也无法阻止细菌对食物的污染 不过你可能要问了 我们平时不是也有吃不干净东西的时候吗 怎么不见有事 其实道森博士还说了 即使食物被细菌沾染上了 很多时候也不要紧 因为上面很少有致病细菌 而且这和食物上真到的细菌 是否有致病菌细菌的数量 以及你自己的抵抗力也有关系 不过在一种情况下 食物掉在地上是绝对不能吃的哦 也就是当掉在地上的食物是湿的 或者地面是湿的的时候 这样的食物吃了是真的会出现问题哦 因为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和里斯特菌 都非常喜欢潮湿的环境 它们会从水里吸收所需的营养 然后进行生长和繁殖 说了这么多 那么掉在地上的食物 到底吃还是不吃呢 有人提出以下有趣的看法 如果你是女生 想想这句话吧 若是吃了 不会死 也会胖 如果你是那个男生 那就看看这三个原则 一是看食物贵不贵 二看食物好不好吃 三看旁边有没有人 再决定是否捡起来继续吃 不过在践行以上几个原则的时候 可得想清楚 食物躺着的地方 不知有多少双鞋子从上面走过 那些鞋子或脚底 可能有香港脚 可能去过厕所 可能踩过污泥 甚至还可能踩到过狗屎 最后 若决定不捡起来继续吃的话 可让食物先在地板上躺个几分钟 送念几句观音心咒 也就是六字大明咒 再加个十字 或者辨识神咒 可不施给二轨道众生使用 而后再收拾干净 若是在人烟稀少的户外地方 例如山上等处 除了同样送念几句观音心咒 六字大明咒 辨识神咒等之外 可不收拾食物 让它留在户外 如此除了不施给二轨道众生外 还可以不施给畜生道众生使用 什么是畜生道众生呢 例如小鸟 蚂蚁等等 现在我们以金钱物质来不施 即是以东方财来买西方果味一样 我们不施可免去贫穷 今生贫穷 乃因上一世没有修福 没有行不施 没有行善积福 所以这一辈子才会贫穷 因此要想免去贫穷 唯有多行不施 不施的第一个益处 除了可以去贫穷外 第二个益处是可以诸事顺利 真不施不怕假和尚 不施是涵扬我们那颗慈悲心 有一位师兄不施时 从不论对方真假 很真心诚意的行不施 也因而让他躲过一次灾结 不施钱财是民中去 暗中来 所以不施的好处是无形当中的运转 让我们享有现世或来世 事业的顺利或钱财的获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